照片上這些人都是在審訊過程中不小心被尸首打死的 他這個一間一間的教室 地上看到的是他們的腳靠 這房間真的很小 我覺得兩個人坐在裡面 差不多就滿了 大家早 今天是柬埔寨的九天八夜的第二天 要帶大家去看柬埔寨最黑暗的歷史 晚上再去搭臥鋪巴士到仙利去吳歌窟 現在我們就先去看飯店的免費早餐 然後講一下這個飯店的缺點 洗手台跟浴缸都會有點積水 他這裡隔音沒有很好 其實都可以聽到外面的機車的聲音 但是晚上我們昨天睡覺大概十點半左右 兼不在時間 沒有什麼車聲 有 但不多 現在我就可以聽到旁邊的市場那個吸吸酥酥的聲音 吸吸酥酥而已啦 從連拉上去就有隔音的效果了 我是覺得沒有很吵 因為他價格也便宜 一千一含早 所以如果你不是這麼建議房間品質的人 這間可以推薦 那邊先吃早餐出發 這家飯店的早餐是在屋頂 它是露天的 但如果你是下雨天的話應該沒辦法吃吧 它裡面有內用啊 對啊可能就要到室內裡面去了 那它外面的話它還有一個很像無邊際泳池 好像有分人樂犬 因為它小小的也不是讓你游泳 而讓你泡在那的 然後看著外面喝的飲料感覺很舒適耶 對啊 它這裡的早餐選擇蠻豐富的 不過口味跟外觀都是不精緻的類型 堪吃 它就是景觀100分 然後食物大概就沒懂的 但是它有一些現做的像omelette啦 或者是煎蛋啊 我覺得這種不會到多難吃啊 那它裡面還是有一些什麼飯啊 麵啊 雞啊 雞翅啊 還有一些鬆餅類 我們大概都拿了一些一些 來柬埔寨呢 我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五哥窟 一個就是這個屠殺博物館 那今天我們第一站呢 就是來到這個圖詩蓮博物館 你一走進來你就會心情整個很沉重 因為你知道這裡不是一個 可以嬉笑的地方 1980年作為博物館開放的 圖詩蓮屠殺博物館 它是在紅色膏棉統治時期 是臭名昭彰的第21號安全監獄 那這裡呢原本是一座學校 後來被柬埔寨的共產黨改建成 集中營跟處決中心 在紅色膏棉執政時期呢 這裡被關押了差不多2萬人 然後被關押的都是紅色膏棉 認為你是最危險的犯人 當時被帶到這裡的人 只有12個人沒有被處決 那門票呢在門口櫃檯購買 一個成人是5塊錢 不含語音 那你可以加購語音 然後只能現金 不能用其他任何支付方式 嗯 那我們先去看看 它這裡就是有好幾間的審訊室 那被關押的犯人都會被帶到這裡審訊 就會被綁在這個鐵床上 然後就是到最後就會半生不死吧 它好像是會被什麼大頭棒毆打 或是電擊 各種酷刑 對對對 然後它還有很多規則 什麼你被打的時候 或被電的時候不能哭啊 你不能說謊啊 就很多什麼莫名其妙的東西 我們現在是在6號 用學校的設備來施加酷刑 應該是右邊這一個 它不是用來殺人的 它是用來虐待人的 然後你後面的那幅畫 就是其中一個幸存者 他描述的 他說他從應該是我身後的房間看到 他們會把人這樣吊起來 然後毆打什麼鬼的 然後再把他頭啊 去弄到那個缸裡 那缸裡面都是尿跟屎 是喔 對 很恐怖 那我們剛剛有進去看到呢 當時領導人的照片就是波布 還有這座監獄的監獄長 他好像是老師 在波布的執政期間啊 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那柬埔寨就因為屠殺 饑荒 各種天災人禍 死了差不多200多萬人 相當於當時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 等於平均三個人就有一個人會死掉 就死亡率非常的高 當時殺人的數量就僅次於 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數量 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紅色高棉大屠殺 那他當時屠殺的對象 都是有可能會反對他的異議人士 而且他會整個家族的人一起屠殺 他不會只殺一個人 就是跟他有關聯他全部殺掉 然後在這個S21的集中營啊 其實由於部份人還是原本的紅色官員 對 他就是為了黨的健康 就覺得黨的躯體已經生病了 所以他就屠殺當時跟隨自己的政治人物跟軍官 但其實他們只是就是不相信他而已 對 就是 但他有猜忌 他就把他們殺掉 所以剛剛在那片照片裡面 可以看到有一群人站在車子前面的照片 然後裡面有幾個人其實也被殺掉了 哦 是啊 對 而且他差不多殺了10萬的黨內人士 那也叫做自我屠殺 等於就是殺了自己身邊所有的人這樣子 他圖片還有看到有一部分是紅色膏民 為了創造農業社會主義 所以就強迫都市的人全部到鄉下去 給我種田 所以就導致大量人口的飢荒啊 營養不良啊 過勞啊 死掉 他們是打著要打破階級 讓大家平等 就是大家有讀書應該有看過這個類似的故事 後來直到越南才推翻了這場悲劇 那犯人帶到這個集中營啊 他就會是把你身上衣服啊全部脫掉 然後就是會檢查你的身體 他是怕你什麼 怕你自殺 可是沒有要讓你死 他就是要把你折磨到半生不死 這張照片是指說 犯人被帶到這裡會做拍照紀錄 拍照完以後就會開始折磨 折磨完以後就變成長這樣 對 就是一個前後對比照 照片上這些人都是在審訊過程中 不小心被失手打死的 他這個一間一間的教室啊 有用很多水泥場隔開 那每一間呢都會住一個犯人 有時候會住兩個犯人 很小間喔 但是把兩個人擠在一起 地上看到的是他們的腳靠 這房間真的很小 我覺得兩個人坐在裡面 差不多就買 應該會崩潰 長時間這樣住真的會崩潰 因為真的非常小 對 他這個二樓啊 跟一樓不太一樣 一樓是用那個水泥牆 二樓是用木門 那其實好像都是關押犯人的地方 那二樓的話我覺得更恐怖 對 看起來很恐怖 要不是因為前面有兩個韓國人進去 不然我也不敢進去 這個東西我一直以為是折磨人的東西 沒想到是法國發明的拍照的器具 他就是有一根固定在你頭的後面啊 讓你就是可以拍的端端正正的這樣 只是為什麼一直都是這個女生啊 抱著嬰兒 在這間博物館裡面很常出現 他很常出現 不太清楚 應該就是一個 母親抱著他的孩子台下的照片 這很殘忍 對 他們就是這樣施加酷刑 他的器材有蠻多的 看起來有夠像18層地獄 這到底跟18層地獄有什麼兩樣 在這間裡面放了很多骷髏頭 怕對逝者不尊重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錄了 對 那裡面都是這些被關在這裡的人 被殺害後 然後好像埋藏在什麼地方被挖出來吧 那個就是萬人坑的大照片 就是一切的結束 它這個博物館它其實有兩區 A洞跟B洞那邊比較像是 審訊犯人的地方 然後 西洞這一邊它就是關押犯人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俄羅斯市場 聽說這裡填很多俄羅斯人 所以叫做俄羅斯市場 也叫做小偷市場 因為這裡的攤販呢 會從工廠裡面投出一些衣服 鞋子包包 有的沒有的東西出來賣 所以也叫做小偷市場 那裡面販售的東西呢 非常的多 有吃的喝的用的什麼都有 我們先進去看看 所以它不是從觀光客廈上投 是從工廠投 對 自家工廠 這跟賣甜湯他們的料滿特別 有點像西米露 但是看起來哥哥不是我們喜歡的口感 這泰國也有 只是LOGO換成柬埔寨 這根本就是同一款東西啊 對啊 它這裡面分好幾區 但它吃的放一邊 衣服放一邊 紀念品放一邊 然後生死宅殺的放一邊 就不會讓味道混合在一起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裡面沒有我想像中的擁擠 空氣也沒有我想像中的糟 可能是客人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對 但是裡面滿多外國人的 對 這一間餐廳呢 在Google評論上可以看到 滿滿大家對它環境的稱讚 不管是晚上還是白天都很漂亮 它有種在叢林的感覺 對 而且它其實明明就在都市裡面 就像是一片小綠洲一樣 那餐點呢 它是有中文菜單 有圖片 非常好懂 我們點了一個榨春捲昏的豬肉 4塊錢美金 點了一個檢式牛肉飯 因為檢式牛肉飯 也是柬埔寨的經典彩色 6.5塊美金 然後我吃檢式三明治 因為我還沒有在這裡吃那個法國麵包 不知道是不是法國麵包 來看看 它是5塊錢美金 還有喝一杯冰拿鐵 不要糖 2.5塊美金 全部加起來超貴 好 那我們就等餐點 這隻喵喵眼睛長得很兇慘 柬埔寨的貓長很有特色 這是我們今天來柬埔寨第二天 蠻好喝的 算便宜耶 差不多2.5塊美金 欸不用100塊耶 對啊 它飲料很便宜喔 所以你就來柬埔寨一直喝咖啡 要不要點吃的 會先寄 我覺得以一般人的份量 這個檢式三明治 應該一個人就可以飽了 它裡面好像有不少的肉 上面放很多酸酸的那種瓜 雖然有點後悔早餐吃太多了 人家可是說 你為什麼要不要吃東西 它的份量真的蠻大的 這間雖然它價格不便宜 但是我覺得以我們兩個份量 應該是點一份免三明治 再加那個春捲 然後再加拿鐵應該就夠了 對 就是我們吃東西 其實都吃差不多七八分飽而已 這樣才可以吃其他東西啊 但是我的這個牛 因為也是柬埔寨的特色啦 所以也算是值得點 那個就是法國主持在外面 然後裡面是什麼 它裡面很像控吧 它的肉的醃漬調味很像 台灣的控肉 豬肉的口感跟香氣 加上上面脆脆的東西 就吃起來比較清爽 因為它麵包的話烤得很酥脆 我覺得這麵包還蠻好吃的 炸春捲先吃原味 我們吃豬肉的 喔 它這個春捲很脆耶 好吃耶 我覺得它的春捲吃起來 比越南跟台灣的好像還要豐富 它有一點微微辣辣的口感 好像有一點咖哩的香氣 所以是有一點辛香料的味道 因為它外面的話是炸的酥脆 不會油膩 加這個醬吃吃看 酸酸辣辣的吃起來更開胃 好吃耶 牛肉上面有一顆半熟蛋 它的肉每一塊都很厚 它的肉是有那個胡椒 感覺就是胡椒醬 然後肉的話呢就是比較有硬度 但不會到咬不爛 我剛剛在聞好像有聞到很像 台灣鐵板豬柳的那個味道 對啊 就是那個味道 喔 是喔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到非常特別啦 喔 好棒 因為是台灣吃得到 嗯 我覺得最值得點的是那個春捲 非常好吃 我們這一站來到烏納龍市 那你進來呢要一塊錢美金 要附現 真可愛 它呢是鑑於1443年 它有44座建築物組成 它在紅色高棉時期呢有遭到破壞 那後來有在修復 聽說裡面呢有放了釋迦摩尼的眉毛 是喔 眉毛 但我不知道在哪 啊也有很多僧侶住在這裡 不過他們的參拜方式我看不太懂 所以我就沒有拜了 星辰哲林 星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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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漂亮喔 好可愛喔 因為柬埔寨的景點其實都距離蠻近的 坐嘟嘟車非常的方便 都每幾分鐘就到了 所以你一天的行程呢 其實還蠻快就結束的 那現在呢我們就來到他們一個 好像一個小莫吧 那裡面有看到一個叫Lucky的超市 是柬埔寨的連鎖超市 那就來看看裡面 各位 香港的美心 欸 很精緻耶 是不是有點貴 居然要52.77美 台幣換算一下 1600吧 也太貴了吧 可樂價格好像蠻正常的 一挺0.41美金 十幾塊台幣 差不多13-14塊 那蠻正常的 目前看到最正常的是汽水 那我們喝汽水 你喝 它這個雞腿肉是7900瑞爾 差不多2塊錢美金 66塊台幣 差不多 嗯 跟台灣物價差不多 但薪水比台灣低還蠻多的 對 柬埔寨人怎麼活啊 不知道耶 他們應該在地人都是去那種傳統市場買啦 不過我有聽說柬埔寨的肉 市場好像很容易就有一種味道 可能台灣人就吃不太習慣這樣 他們水果有四家跟那個三竹喔 除了泰國這裡也吃得到三竹 你不是要買水嗎 這裡水很便宜耶 4.31美金一大箱 跟台灣差不多 那你要買嗎 不用 買一瓶這個水 1000塊 瑞爾 我們點一杯這個比利時新冰熱 4.65美金 這個是柬埔寨最新的新冰熱 台灣是好像是巧克力吧 它是比利時巧克力 感覺好像很厲害 它整杯看起來歐嚕嚕 欸 它連鮮奶油都是巧克力口味 欸 好濃喔 很好喝耶 很甜 超甜的 巧克力味道超濃的 我們現在人在暗大囉 你看起來超好笑的 這風大到我怎麼整理頭髮 它還是長這樣啊 不用整理啦 就這樣吧 大家就將就一下風真的太大了 跟颱風一樣 太誇張 我們剛剛在按摩 然後那一間按摩其實評價也不錯 可是我們覺得它按摩方式有點像在滑水 有些部位 尤其是腳 可能是因為我們第一天按的那個真的太優秀了 如果大家喜歡深入一點的按摩方式呢 就是選擇昨天那一家 那一家滿優秀的 而且價格其實沒有貴多少 對 現在就是在酒吧要等日落 那喝調酒 吃小菜 它這裡的熟食選項非常的少 那酒類的話選擇非常的多 那我們來呢 是點了柬埔寨的特產 貢布胡椒的口味調酒 那點了兩杯 不知道喝起來怎麼樣 那這一家酒吧呢 是在安達大樓裡面 是37樓 安達大樓也是金邊最高大樓 在這裡呢可以欣賞日落跟夜景 有時候好像還會有那個駐唱歌手的樣子 對 以金邊的奢華程度來說 這一間酒吧的物價算相對便宜 10枚左右 到時候再看看價格多少 然後你後面就有很漂亮的內功盒 它這個呢有送你兩道小菜 一個是炸地瓜片 一個是橄欖 好吃耶 然後它的炸雞看起來有模有樣 應該蠻脆的 我剛加起來脆脆的 很脆很嫩 蠻多汁的好吃 然後這個好像是蟹肉的吧 外出內免的 有鮮味 還不錯吃 還有一種軟殼蟹的口感 蠻好吃的 這一杯好像是狐狸 真的有很濃的植株葉味道耶 蠻香的 這個口味蠻清爽 而且尾韻真的有點辣辣的感覺 蠻特別的 好喝 算不錯 這個我覺得也不錯喝 也是清爽型的 這兩個都是清爽型 但是這個我覺得又更淡一點 酒味可以再濃一點 那我們就先吃 然後等日落 我們現在人在青年旅館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整個裝扮都不一樣 對 現在是晚上8點半吧 我們等一下11點要坐臥鋪巴士到先例 會選擇先到青年旅館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想要洗澡 有問過臥鋪巴士那裡也不給洗 最後直接問Chap GPT 他就說你要不要在附近找一下 有沒有那種青年旅館 還真的有 然後這間呢 兩個人好像三四百塊台幣而已 其實蠻便宜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坐臥鋪巴士到先例的話 你也可以跟我們一樣 先到青年旅館洗完澡 然後再去坐巴士 然後隔天早上呢 就直接到先例了 我們等一下坐巴士 他離這邊走路大概200公尺 非常近 但是要提醒大家 青年旅館沒有毛巾 浴巾和牙縮 所以要自己戴喔 然後樓下還有賣泡麵 我剛剛原本想說 問你要不要吃泡麵的 結果後來忘了 好 那現在我們已經進來這個 John & Boss 的等候的區域 那其實就是 進來以後 你就給他看你的預約蛋就好了 那我們買的話是 一個人單程十幾塊美金 那我們已經買後兩個人來回 然後再加上 網路訂票要四塊錢美金手續費 所以我們總共是 七十一塊美金 所以單程價格是 USD是七塊 加一塊錢的手續費一個人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一下 裡面到底是不是真的 像他說那麼厲害吧 因為他官網有貼一個 他們的床 然後這個巴士是我特別選 他說是最厲害的 然後之後這個時段用 嗯 那其實今天到先例可以搭乘飛機 或是臥鋪巴士 或是計程車箱行車 那如果你搭火車 只無法到達的 那搭飛機的話是最快的 但是最貴的 機票一個人就要兩三千塊 那一個小時就可以到了 啊我們這一次 想說沒有體驗過臥鋪巴士 就想說來試試看 可能一次就後悔了吧 我一直在想 可能會後悔 我們準備了一人一副二塞 然後我還是帶了AirPods 然後搭乘時間差不多六個小時 可以在裡面睡覺 那影片的最後還會教大家怎麼訂 建議提前兩個月以前訂啦 因為超多人訂臥鋪巴士的 我們是提前一個多月訂喔 結果原本想訂的那一家公司 已經全部賣完了 那我們等一下開一下臥鋪巴士 這是Wi-Fi密碼 這也可以充電了吧 中間這個 不知道是誰 按鈕會壞的 這個還有杯架 這個帶著可以放東西 對 這邊也一樣 嗯 這裡一樣有冷氣孔 這個可以拉 結果我發現 這裡這個啊 是電燈開關 一邊是開頭上的燈 一邊是開旁邊這個燈 所以你還是稍微可以看得到 就是不能開窗有點可惜 好 就這樣 那我們先睡 明天早安見 大家好 今天是柬埔寨九天八夜的第三天 搭了一個晚上的卧庫巴士 我們已經抵達先例了 在五點的時候抵達 那這次搭了卧庫巴士 我覺得其實不好睡 就是它很顛簸啦 脆脆形形的 很前面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有眼淚狀態 所以如果還有機會來先例的話 我要坐飛機 我也覺得要坐飛機 但我們回去還是要坐 夜浮巴士 因為已經好 沒關係 就當作試一次經驗 今天我們就會在市區逛逛 然後明天再去吳歌窟 我們現在在等早餐店的七點營業 等晚上我們回來的時候 再開箱飯店給大家看 OK 這家餐廳它七點開 那它呢是2020年亞洲第10名的咖啡廳 還蠻厲害的 是喔 對 就特地來吃了 那他們必點的就是他們的純白咖啡 聽說是正宗的 那餐點的話 我們就點了一個鬆餅的貝果 它的窗景超漂亮 其實也算是被它這個窗景給吸引過啦 因為這個窗景很可愛 又可愛了 對 那貝果呢 它還有給你配料自己煮 喔 貝果硬硬硬脆脆的也有烤過 它有給你洋蔥、橄欖、军雞、鮮奶油跟番茄 還有生菜 很紮實的貝果 沒有太特別的感覺 但調味還不錯 因為還蠻清淡的 而且還不錯吃啊 麵包很紮實 然後烤的就是剛剛好 那你這個應該是乳酪吧 你要多加一點才不會太乾 它這個鬆餅有三片 它會長上碎花生、淋上花生醬 然後再切那個香蕉切片 旁邊還有像是蜂糖吧 讓你夾 好讚喔 好胖喔 它這一道也是很多人點 就是被這個給吸引過來 很憧憬 很好吃耶 烏烏熱熱的 然後有一點煎到薄成微焦的感覺 加上脆脆的堅果啊 還有花生醬 和番茄 整個奶 超好吃耶 這一定點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它上面很苦香 但下面就是有點像拿鐵 但是味道有點不太一樣 好我在講對話 我不知道有形容 但是很好喝真的 欸這就是冰拿鐵啊 它咖啡也很濃醇 可是它咖啡都很想好喝 很真材實料的咖啡 不愧是2020年最佳咖啡廳 第10年 吃完早餐我們就先來到這個先例的最大傳統市場 它看起來比俄羅斯市場還要乾淨的感覺 那走道也比較大 它外圍呢 賣的比較多那種可以直接吃的東西 像是什麼法國麵包 大蒜麵包 就是很多麵包類餅乾類的食物 看起來好像也還不錯 乾乾淨淨的 我們先逛 我們先去看看 我們逛了一下感覺這個市場比俄羅斯市場好光 啊中央市場我們沒去啦 等隔幾天之後才會去看看 那他這裡的東西我覺得 看起來好像比金邊市場好吃 這一家禮品店的商品很多都是 柬埔寨當地設計師製造的 那好像聽說蠻有質感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來看看這樣 你要買喔? 沒有我只是好奇 好像蠻適合你的 太大件了 這件衣服感覺蠻好看的 但是我們找不到他正面長什麼樣子 他要試試看這件 希望可以好看 但是久美 大概1000出 這一間禮品店跟我 當初在Google上面看到不太一樣 他這一次現在好像更多衣服 然後不便宜 台灣價啦 然後每次只要我們要看看 就會買 看看魔咒 想看看而已 結果都會不小心手滑 下一站 好 這一站我們來到沃坡寺 19世紀的沃坡寺是 先立最古老的寺廟 裡面有完整保存高棉時期的壁畫 進來這裡的時候就發現 非常多的僧侶 據說當年啊 釋迦摩尼在大樹下修行的時候 遇到大雨 那旁邊有一條河 住了一個蛇神 那蛇神呢 怕那個大雨打亂了 釋迦摩尼的修行 所以他就化作七頭蛇 就是Naga 來保護釋迦摩尼 那柬埔寨的宗教呢 它是印度教結合佛教 那我們台灣呢是道教結合佛教 所以在建築上就有很大的差異 我們進去看看 這一站來到吳哥國家博物館 那他們票呢 一個人是12塊美金 租一個語音導人是5塊錢美金 那我們兩個人租一台 那我們大概就是看一個小時 晃一個小時 裡面有冷氣吹 那裡面呢主要是展出 吳哥王朝 9世紀到14世紀的武物 還有藝術文化 那大多數的武物呢 都是在附近的 吳哥考古遺跡發現的 如果真的不知道去哪裡 再來就好了 對 真的有點貴 大家也說 這服務館的那個門票超貴的 然後進來這邊呢 不能錄影 只能拍照 而且只能用手機拍照 手機錄影也不行 帶包包的話要在前面 有個置物的地方 然後不用錢 這家餐廳們都很推薦他們的咖啡 那他們的價格也蠻實惠的 一碗麵好像3.5美金 以目前這幾天吃下來來說的話 它算便宜 便宜一點點 超100塊台幣 比小吃還要便宜 對 我們點了一個柬埔寨的麵 還有一個泰式炒爾本 然後還有一杯 好像應該蠻厲害的拿鐵 那杯厲害的拿鐵 好像也超100塊台幣 蠻拼的 那泰式炒爾本 都把料給分開來 那你要吃的時候 應該就是在自己拌吧 它的口味感覺好像 比泰式清淡很多 對 你以為吃起來沒有味道嗎 沒有 它很有味道 而且不會辣 香氣很充足 然後有一種特殊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很好吃耶 它的河粉超級軟 比我在泰國吃到的還要甜 好吃耶 剛剛喝了它那個 最貴的拿鐵啊 就是它拿鐵有3種選項 後面選擇最貴的 它那個超好喝 尾韻根本就是焦糖的味道 但是它完全沒有甜味 它就是焦糖的香 很好喝 然後它這個是柬埔寨的麵 你不覺得看起來很像陽春麵嗎 它裡面有豆芽菜 還有韭菜 韭菜 貢丸 還有肉末 脆 真的很好吃耶 它的麵 是那種咬掉馬上斷掉的 有點軟軟的 但又不會說到真的沒口感 有點像米粉跟麵線之間的口感 然後湯頭的話很鮮甜 吃起來其實非常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很好吃 台灣人真的很適合來柬埔寨 這一家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來柬埔寨想要買一些經驗品回去 或者是藝術品的話 你可以來到這個市集 不過它12點才開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裡面賣的東西還蠻多 手工藝品的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是共布胡椒 好 現在因為時間還早 所以我們就先回來飯店了 那這一間飯店呢 我們住三晚 那最便宜的話是1450 含免費的早餐泳池 而且還會送你15塊美金的按摩迪用券 超扯 超便宜 而且這個房間有60平方公尺大 它這一間你一進來就聞得到香香的味道 在你一走進來 它還會給你冰冰涼涼的毛巾插手 非常高級 但是價格非常親民 我有點嚇到 想說這個價格怎麼會有這種服務 對啊 超扯的 這在台灣應該要三五千塊哦 那這裡呢就是一個小沙發區 這裡只有水跟茶不用錢 其他都要錢 它放行李的地方蠻大的 而且還有一個行李價 還有保險箱 但是還是建議大家貴重物品隨身攜帶 然後它的床很大 下面還會發光 它的床頭超多開關 很方便 那它的檯面也超大 電視略顯小台 因為房間很大 然後這下面是mini bar要錢 滿滿的mini bar通通都要錢 你看到的都是錢 價錢它有付給你 不會讓你花的不明不白 你表情吃的話 你就記得付錢就對了 嗯 它會跟你要的 然後這個門超扯的 來開給大家看 你看是一個旋轉門耶 好高級哦 我第一次住旋轉門的房間耶 我也是 第一次看到 對啊 嗯 它的浴室超級無敵大 而且很有設計感 很高級 它這裡有一個浴缸 浴缸那個窗簾可以拉起來 view應該不錯 還行 但是浴缸還蠻大的 很乾淨 它這裡呢 還有沖澡的 它沖澡跟泡澡是有分開的 這是洗頭的 對 這是乳液 那這個就是洗澡的 就是你洗完澡以後 你可以用這個 身體磨砂膏 然後這是它的馬桶 很高級耶 這是我來 結果在目前看到最高級的房子 然後這是它的盥洗用品 然後金玉金也都在這裡 可惜吹風機有點小台 廁所也做得很漂亮耶 而且很乾淨 這間很乾淨 真的很乾淨 它這外面還有陽台 你可以坐在這邊看著對面 很chill 躲出陽台往下看就看得到泳池 真的很美 剛下暴雨還好我們在房間裡面 現在呢 我們要自己騎四輪摩托車 來探索先例的村莊和日落 現場我們在Klook買的 購票連結就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可以點擊哦 翔坡到柬埔站有這樣的玩法吧 我們選擇的是日落一小時 可以兩個人騎一台 也可以一人一台 它就是4點40的時候 會來酒店接我們 不過它在4點20的時候 就在樓下等我們了 對 我們剛才一直擔心它不會來 結果它比我們還要走動 對啊 然後它剛剛就是有講解一些安全措施 教你怎麼操作 基本上就是跟台灣騎車點不一樣 它不能壓車 它是轉龍頭 然後就跟我們說一些安全守則 其實就跟在台灣開車一樣 嗯 這後面有點奇怪 它要先教它 啊 它們就走了 它們是不是騎出去就不打算回來了 它們要回來了 感想如何 我覺得好危險 有點刺激 對 今天晚上應該很好睡 這是我們的佼佼 對 現在感覺怎樣 好累 還是很累 對 有點想要回家 那幫我雙手舉個讚 謝謝 正常來說會有日落的 不過今天小雨天沒有日落 沒有下雨已經不錯了 讚 騎到一半發現沒有了 不知道是沒有了還是熄火 嗯 尷尬 以為我們的那個導遊走了 沒想到他有發現 他定期會回頭看一下 嗯 我們是不是要在這裡了 好 我們已經回來了 嗯 那這一次我覺得 這個一小時就夠了 兩個小時 騎車的那個人會很累 對 因為他其實陸地是很凹凸不平的 然後如果你不用一點核心跟手的力量 你會被那個凹洞直接帶走 嗯 你就開到河裡去了 你會一直飄 嗯 前期會一直飄 後來用力以後就很穩 對啊 可以來試試啦 如果你的體力允許的話 一個小時應該可以 嗯 他會帶你到一些點啊 然後幫你拍照 你也可以自己拍 而且可以探索比較深入一點的村莊 就是看到不一樣的人事物 有機會可以試試 現在我們就先去吃晚餐 這家高棉廚房呢 是先例評價最高 人氣最高的檢視餐廳 他們的料理呢 價格都還蠻親民的 那很多都是必點 而且他有中文菜單又有圖片 所以非常的好點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 檢視咖哩 檢視炒飯 還有一個BBQ的豬肉 應該15塊美金左右 差不多 一道菜差不多5塊錢美金左右 對 嗯 已經算蠻平價的 他炒飯蠻大盆的 然後我剛剛有點嚇一跳 我以為他有配料是給三色豆 結果不是嗎 不是 他是新鮮的紅蘿蔔跟玉米 這個應該是蔥吧 還是什麼的 應該是蔬菜或者是蔥 我以為是那個豆子 就台灣的那個冷凍有沒有 三色豆 三色豆好吃啊 不好吃 你會被打 他這個檢視炒飯好吃嗎 味道還行 但是綠色是豆子類吃起來脆脆的 口感很豐富 然後是醬香的那一種 肉的話你可以自由選配 檢視咖哩我們原本還想說 沒有飯耶 可是我們又想說 沒有想要吃這麼多 所以沒飯也沒差 後來他就拿了一鍋那個飯有沒有 對 那原本要給我們一人一匙 我們說不用了 我們兩個一匙就好了 不用吃這麼多 因為咖哩有很大塊的蘿蔔 馬鈴薯還有肉 這個應該是雞肉 我們應該是選雞肉 但是我覺得他的咖哩有點像是台式的螢光咖哩感覺 比較水比較亮 嗯 味道不一樣啊 它有香茅的味道耶 還不錯喔 它吃起來很溫和 所以又是一個溫和版的泰式咖哩 有一點像 比螢光咖哩好吃非常多 它這個豬肉有四片 而且厚度還滿夠的 感覺甜甜的 突然覺得他醬子好像也沒有到很貴 嗯 因為有些店其實 價格是五塊 但是量很少 喔 還滿好吃的耶 他們就是檢視香料 所以香氣還滿豐富的 它旁邊還有一些 番茄小黃瓜跟生菜給你配 吃起來就會很潔硬 這可以點 我們原本找了一家酒吧要來喝酒 然後那一家一直找不到 因為每一家都看起來長得一樣 就是每一家的酒看起來都是賣一樣的東西啊 不只酒啊 連它的康包都感覺像一樣 對 然後它有些酒是滿一送一的 然後這一家我是沒有喝滿一送一 因為我覺得沒有滿一送一的 看起來比較漂亮 然後一杯滿便宜的3.5塊美金 很奇怪的味道 應該是有放香料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有點像薑的味道 它裡面的味道很複雜 對 有酒 然後又有一些香料味 但是我覺得越喝越奈何 這一杯叫做柬埔寨之星 很熱情的感覺 店員送上來的時候也很熱情 他說如果你覺得酒精不夠的話 可以再幫你再下點猛料 是喔 對 很佛耶 這個好像果汁好喝喔 對啊 這個好好喝喔 這一家酒吧送的是地瓜片 甚至柬埔寨的酒吧都會送你東西吃 滿脆的好吃 好吃 好 我們已經回來了 跟大家總結一下這兩天的行程 第二天我們一大早先去屠殺博物館 我覺得那裡真的是你來金邊一定要去看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它是一個歷史的教訓 要讓大家知道說歷史不能重演的一個地方 也不能被忘記 所以大家來柬埔寨一定要去那個地方 然後也一定要去租他們的語音導覽 你真的是跟著那個語音導覽走一圈 我覺得很清楚的去理解 當時候裡面的人遭受到什麼東西 接下來我們又去俄羅斯市場 就小小的去一個國家 我覺得去他們的當地市場 可以了解到他們這個國家的人民 現在生活的狀況 它比較像是很高早以前的台灣 基本上我們吃飯都是在餐廳吃的 那餐廳的話價格也都還可以接受 差不多是台灣的價格 對 東西也還滿合我們口味的 然後我們晚上就去做卧鋪巴士 卧鋪巴士我覺得 體驗過一次就可以了 對 依我們兩個這種的睡眠品質 真的很難入睡 對啊 我們兩個超前面的 就算是你是很好睡的人 他也是早上五點鐘就把你叫起來 對 因為你五點鐘就到了 然後卧鋪巴士如果你要坐的話 千萬不要坐靠近廁所那邊 因為很吵 然後今天的話 我們吃的餐廳啊 我都覺得好好吃 今天都不錯 今天的行程喔 最不推的是 吳哥國家博物館 那門票真的不便宜 然後裡面其實 如果你沒有很了解柬埔寨的文化的話 你應該是 我也覺得比較 沒辦法理解 我覺得試去車你可以體驗看看 你可以看到就是比較 接地氣的柬埔寨人 然後這個飯店真的很吞 因為它按摩的手法 比外面那一些店都還要好 雖然它價格比較貴 但是它一個人有 15塊錢的扣打可以讓你扣 像我們去腳步按摩啊 它20元 所以等於我們一個人才5塊 而且我們本來就想按 所以這也不算多花 這個飯店呢 目前我感覺起來缺點有兩個 洗澡的水跟泡澡的水 非常不穩 就是忽大忽小 忽冷忽熱 然後隔音的話 是因為我們是面對泳池 所以如果有人在泳池 嬉笑的話 你聽一道聲音 不過又睡覺 它就應該不會讓人家在那裡玩 它應該要阻止它 所以我覺得這間 極推啦 才1000多塊台幣還要含早餐 我們住四天三夜 平均一個晚上是2000多 只有四天夜 有兩個晚上很遠 我們在上面 在跟這兒 在跟這兒 Lady, you've been trying to buy time for me, but you're watching, bro Now you shot clock counting down Head up to the middle, not your MO Baby, push the tempo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till I hit the ground Running, are you stopping me? You gotta go like Monopoly I'm trying to make you my property Better you buy me some property Cause we've been doing this forever 那這一集呢,就到這裡結束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